一转眼 2020 年已经到了最后一个月 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的关系 所以导致车坛发生了很重大的影响 其实在今年应该有很多的新车发布 但是都是因为受到了这个肺炎影响 导致这些新车Delay的Delay 延迟的延迟 可是实际上在这过去一年里面 还是有不少的新车发布 而且这里面的新车很多的都充满了话题性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呢 我将会分享一下在2020年发布的新车中 哪五款是我个人最喜欢的 要说的第一辆车就是在2020年1月发布的 全新Mazda CS30 在Mazda的这个SUV或者是Crossover的家族中 它的定位是介于CS3 还有CS5之间 我们可以把这辆车看作是Mazda3的Crossover版本 他们采用了一样的平台 然后有很多的部件都是一样的 只是在轴距方面 这个CS30会稍微短一点 作为参考 Mazda3的轴距是2725mm 而这个CS30的轴距是2655mm 但是在空间的运用上面 这个CS30的运用会比 Mazda3的Hatchback还要好一些 我过的CS30有两种引擎可以选择 分别是1.8的Sky Active D 柴油涡轮增压引擎 还有2.0的Sky Active G自然进气引擎 而在之后 Mazda还增加了这个2.0 High的 All-wheel drive版本 而我个人最喜欢的车型 其实就是这个CS30的 2.0 G High 这具2.0的自然进气引擎呢 有163HP的最大马力 213Nm的峰值扭率 匹配的是6速的自排变速箱 这个动力配置基本上和 Mazda2.0的Mazda3是一样的 所以它的驾驶感受也差不多 只是因为这台车偏向家庭用途 所以它在保留了 Mazda 一贯引以为傲的操控享受之余 它还有一定的舒适表现 除了这个引擎的动力我很喜欢之外 它的外观也是非常的出色哦 它的外观设计非常非常的精致 它保留了一些Mazda3的细节 例如说这个细节很好的LED头灯组 辨识度很高的尾灯组等等 而且它也符合了现在的操流 也就是SUV或者是Cross Over 所以目前我们在这个马路上面看到这个CS30的 几率其实也不低 它的能见度是蛮高一下的 只是因为目前这个CS30是纯日本进口 所以因为进口税的关系 导致它的售价可能会有一点点高 如果我们和这个CS5对比的话 就可以感觉到有一点的差距 可是据说这款车未来会有CKD CKD之后会不会降价呢 那个是CKD之后的事情啊 如果你现在要考虑CS30的话 其实还是蛮值得的 因为目前原厂提供了这个 5年的Free Service 如果你在2020年里面买的话 它们还会提供额外的1年 所以未来你买了这辆车之后 你要负责的就是保险 车骑 还有车油 Service的费用基本上都是Free的 这一点还蛮值得的 也是我推荐它的地方 我要说的第2款车 同样的也是一辆Crossover的车型 它是来自日本豪华品牌 Lexus的UX UX是Lexus家族中 定位最小的Crossover车型 但是我们看它的尺码的话 它其实还是接近C Segment的 它的特别之处就是在于它的 GAC 平台还有Dynamic Force Engine 这具引擎虽然是一具2.0的自然进气引擎 但是它有高压缩笔 还有钢内支盆等等的先进技术 所以它的最大马力来到了171PS 峰值扭率是205Nm 这个171PS的马力呢 其实已经比国外的318 2.0的 涡轮这样的引擎 还要高 而且它还有一个杀手间 就是它采用了这个Direct Shift CVT 编输箱 所以它的起步表现非常的出色 而我喜欢这辆车的主要原因 并不是因为它豪华 而是因为它开起来的感觉真的很好 虽然我们的音响 Lexus 一直以来都是主打舒适啊 然后豪华等等 可是UX 给我完全截然不同的感觉 这辆车 以许说它是一辆Crossover 倒不如直接说它是一台Hatchback 因为它的操控表现真的真的很好 加上这一个Direct Shift CVT 还有这个Dynamic Force Engine的组合 让它有一种日本小型运动车的感觉 虽然说它的引擎动力还没有涡轮这辆引擎那么猛 但是在我试驾这辆车的时候 我还跑到云顶的山路去测试 它并不会给我一种拉牛上述的感觉 这一点我觉得是在2.0的自然进气引擎中 很难能可贵的一点 除了它的外观很帅气 然后它的引擎动力很好之外 它还有一个卖点就是全车系 搭载了这个Lexus Safety System Plus 包含了这个主动式定速巡航啊 车道便宜侦测啊等等的功能 我觉得它是一台配备非常丰富 然后整个包装非常好的 Crossover车型 虽然说作为豪华品牌它的这个价格会有一点点高 但是我觉得它还是一辆非常非常值得考虑的车型 你试驾过这个Lexus 9S后 你会很喜欢它 我要说的第三辆车就是我很爱的车型 Hatchback 它是一辆来自德国的钢炮 也就是Mercedes AMG的A35 Hatchback 这辆车同样也是在今年发布 而它一起发布的还有CLA 45S 还有A45S 可是为什么 那两辆性能那么强 我喜欢A35呢? 其实我喜欢的是这个运动的 钢炮车型 但是我又不喜欢太硬派 如果你给我A45的话 我会觉得太硬派了一点 可是你给我A250的话 我还是觉得它的动力输了一点 所以A35很好的填补了这个空位 因为我觉得它的性能蛮出色 但是又不会到太硬派 而且在日常驾驶的话 这个悬吊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并不会弹到要死 这辆车搭载的同样还是2.0的涡轮增压引擎 但是经过AMG部门的调校 它的最大马力来到了302HP 峰值扭力是450Nm 匹配的同样也是7速的自排变速箱 但是它有4M的传动系统 所以这辆车的循迹性操控表现 都比起A250更出色 官方数据它的0-100加速还不到5秒 这辆车除了它的性能让我非常难忘之外 它的操控表现绝对绝对是一大卖点 虽然说它有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 也就是M135i 但是我觉得这个A35 HB并不差 主要是因为它的车体刚性很好 方向盘转向也很精准 所以我开这辆车上云点的时候我非常enjoy它给我的驾驶感受 如果大家想看我们这个试驾A35 HB的影片 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接下来的第四辆车 我们来一点价格比较清明的车型 因为前面的三辆车型 可能价位都一点高 可是接下来要说的这台车型 它的售价虽然比较清明 但是它的一切配备都不含糊 它就是刚刚发布的2020 Honda City 这辆车真的非常颠覆我的想象 因为其实上一代的这个Honda City我有开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它的一切都很好 但是一些小季节没有孤刀 例如说它的MVH 还有它的座椅的舒适性 但是这些缺点完全被新一代的Honda City改良了 第一点我要称赞的是2020 Honda City的隔音表现 真的很不错 虽然它不会是同级最强的那一款 但是同级前三名 它应该可以排在第二 再来的第二点就是我很喜欢它的动力配置 搭配得非常的成熟 基本上动力做到了随传随到 你轻轻点一点油门 这个引擎的动力就来了 它没有像涡轮引擎那么狂暴 但是一般在市区驾驶 或者是你高速寻常要超车的时候 这具引擎其实还是给得到你信心的 再来我喜欢的点就是前座的两张座椅 那个保护性那个柔软度真的真的很爽 尤其你是在长途驾驶的时候这个座椅可以让你开得非常舒服 开得鞋翼 就算你直接从KL开到冰城去 我觉得 你的身体也不会感觉到疲劳或者是酸痛 这一点我觉得是Honda City很大的进步 而最后一个我喜欢Honda City的点 就是那个支援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的畅机 目前这个Honda City在这个promotion下 它的E-SPEG售价其实还不到8万 我个人觉得还是值得考虑的 这个功能如果你时常在市区驾驶 而且你需要用到GPS等等的话 它就真的非常适用 以这个Apple CarPlay为例 你只需要把Cable接上你的iPhone 它就可以把Voice啊Google Map等等的内容 显示在这个大大的触屏主机上面 你开车看的话它会很方便 而且你还可以直接用出屏输入你的地址等等 我觉得这个便利度上面 真的没有办法挑剔 未来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 一定是车辆的标准配备 只是现在Honda City可能走得早一点而已 所以以上都是我很喜欢这辆车的原因 我还是觉得目前马来西亚的V-Segment 手段中 这辆车的表现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2020年最后一款我印象深刻 然后我也蛮喜欢的车型 就是等了8年之后 终于大改款的 Nissan Elmera Turbo 这辆车刚刚在外国发表的时候 它的外观就让我非常的惊艳 而来到马来西亚之后 我非常惊喜的发现 其实它的外观设计 跟国外版本并没有相差太多 还是那么的帅 我为什么喜欢这辆车 除了它的外观 非常非常非常的帅之外 就是它这个引擎动力的搭配 这个1.0的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满力只有100PS 峰值扭力153Nm 这样子看虽然不是很出色 可是实际上因为它是涡轮增压引擎的关系 它的这个扭力非常非常早就出来了 所以这台车开起来还蛮爽快的 它的动力表现我觉得还蛮接近1.5的自然进行引擎 加上它的油耗表现实际上也不错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台蛮适合作为家庭代步的车款 重点是它的座椅也继承了Nissan的优良血统 也非常的出色 而且ETCM也就是Adelan Tanchon Motor 他们也表示 马来西亚贩售的Nissan Almera 是在东南亚市场里面 配备最好的那一款 只是这辆车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的小缺点 例如说它的后座空间表现比较狭小 再来就是它的涡轮增压引擎在一定的情况下你会感觉到 比较明显的抖动 可是我觉得这些缺点其实都还是可以接受的 整体来讲它还是一台很出色的车型 只是目前我觉得它的售价可能高了一点点 可是考虑到它全车系搭载了这个AEB 然后前方撞击液警 还有涡轮增压引擎这些魅力下 这个价格好像也是可以接受的 以上的5款新车 是我个人觉得在2020年发布的新车中最有话题性 然后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的车型 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喜欢这5款车 又或者是你觉得其他的车你很喜欢 可是我没有说到的 你都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一下 OK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